Hello,大家好,我是邱云,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,本一视频的话给大家带起这个新版本体验服的这么一期解说视频啊,现在上来看到的呢是这个,呃,这个新版本的这么一个新运输船十周年啊,十周年出的一个特别的运输船啊,是不满这个科技感啊,天空都变成了粉红色,很舒服啊,为了这个,呃,我去,哦,我被刀了啊, 啊,为了这个体验,这个这个,呃,是吧,这个新服啊,我们换上了一把粉红色的墙,来感受一下,刚才那个人死掉了吗,啊,那我们来看看这边啊,以前的飞机啊,还在啊,那架飞机还在,飞机还在啊,基本上外,外形的话,地形跟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啊,外形的话还是改动的有点多的,然后这边的这个, 这个集装箱,呃,都变成了这个有花纹的石头啊,然后这边集装箱,这边应该是潜伏者啊,潜伏者的话,这个高台也是做了装修了啊,做了装修了,这个装修的话应该是当时, CF出的那个短片的那个那个CF的那那么一张图啊,直接印到了这个墙上啊,然后这个掉塔掉塔也在啊,然后这边高点的话,跟以前呃,上上来的这个是一样的,然后穿设的箱子的话,应该也都有啊,还是很舒服,然后这个飞机,呃,这个飞机, 还没开走啊,十年了,还没开走啊,有点难受的朋友,呃,看一下具体的外观了,哎呀,我又这小子又特许我,呃,这个外观的话还可以啊,还可以,就是这个天空感觉当时跟那个,那个那个屋顶机场吧,那个新的屋顶机场好像, 变得差不多,呃,变得差不多了,呃,变得差不多了,呃,都是粉红色的,呃,粉粉的,然后少,可能是我亮度调的有点亮吧,感觉也蛮亮的啊, 像点的,基本上,地形没有太多改变啊,就是外形的话还是改变的比较多了,啊,不知道吃不吃FPS,可以看一眼,这我人爽,变得稳定200FPS还可以,哎呀,这个老,老拿到错啊,王八蛋, 哇,真是个开挂的,一键上香啊,哇,他刚才直接飞上去了,可以踏空的吗,这张地图,这么厉害吗,太狠了吧, 哎,两枪,打他两个, 哎,玩一下,呃,这边,秋有一般的鼠标速度呢,都是,我,呃,哇,在,在地上爬的,体验服这么恐怖吗,哇,在,这个人到,到,这个人,这个钱,我们这个钱负责这么狠的吗, 哇,他们骂起来了,朋友们,好看了,我本来只是想来简单的看一下图的,不知道,还能看场戏,哇,这个,这个烂恩好像开挂掉线了,是不是,他刚才冲到对面去,拿,拿这个刀,打了个五沙,呵呵,好像有点秀吧,朋友, 对面,对面的这个张打声应该是个开挂的,因为我刚才看到他直接,直接飞到高厢上面去了,有点东西,咱把这场打完吧,哎,挂了去, 哎呀,有点水,哇,我好多年没有打晕术穿了,看着,你起不起,卧槽,有点恐怖,我好像没有装AC,呵呵,没有装AC, 好多年没有打晕术穿了,大家如果喜欢的话,就有空可以陪你们在政府里面打一次,打一次,我以前13年还是12年的时候,当时炼枪还没有那个,没有那个新年广场的时候,秋雨炼枪一般就打晕术穿, 我觉得沙漠灰不是那么好玩,然后黑色陈阵的话,平时比赛打多了嘛,所以说打人也不刺激,很喜欢打晕术穿,晕术穿的话人,人很多,大多都是正面,没有偷屁股的,哇,没有AC被吸得好痛啊, 哇,我们这边还是暂时领先十几个,应该稳的,好像被压加了呢,哇,这个快手开外挂的,好讨厌, 还在家里抗杀,有意思要被一枪暴徒哦,咋得开个自苗啊,难怪我们这边压着这边打呢,前面好像也有个开挂的,哇,厉害厉害,快手大佬,这要是在政府,他就要跟他的后说再见了,哈哈哈哈,玩笑玩笑, 好了,那本期的解说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观看,我的